今天這場協商公開邀請媒體進場 期許雙方在國人面前拿出最大的誠意 尋求最大的教訓 支持罷工也讓我們社會上了一課 學到了寶貴的經驗 民眾對罷工的議題有很高的關注 也有很多正反的意見 但我們因此對機師的工作環境與處境 還有華航的經營問題有了更多的了解 對於罷工權的制度也有更多的討論 最重要的是希望台灣社會在這一次罷工的世界裡 能夠更有同理心 促使我們範圍思考更了解彼此 並且相信對方的善良 肯定彼此的努力 相信哪一位夥伴 都是想捍衛華航最大的利益與價值 我相信如果我們都能夠站在對方的角度 也以社會大眾的立場去思考 今天對方就能跨出關鍵的一步 不能來 各位讓台灣能夠在天空中 自由的飛翔 安全的飛翔 各位所努力捍衛的是同一個華航 在這個特別的夜晚 我也會留在交通部 一起守候到最後 誠是期盼 今天能夠圓滿落幕